钢里唯一名副其实的黑壳虾 东归先生的这个小钢 一开始是专门养黑壳虾的 后来加了几条旁皮鱼苗 随着鱼苗的不断长大 吃了不少虾苗 现在钢里的黑壳虾没有以前多了 黑壳虾这东西哪都好 就是有一样不好 那就是变色太快 退化太快 不管什么颜色的黑壳虾 繁殖几代也厚 就变得又小又透明 没有了漂亮的外壳 不过今天东归先生在钢里发现了一只黑壳虾 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黑壳虾了 看着闪亮的黑金属外壳 透露出黑金刚般的光芒 这是黑壳虾中的黑烤漆虾 黑壳虾中的黑金刚 李奎恐怕也无法和他相比 这只黑金刚 说实话 东归先生一年也没见过几次 上一次出现 应该是在去年 平常也不清楚躲在哪里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这东西实在太黑 在黑暗的角落里一躲 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只是有一点 东归先生感到比较奇怪 在其他黑壳虾入肝后一两天内就退闪的情况下 这只黑黑壳虾 竟然能一直保持不退闪 也真是令人惊奇 或许黑黑繁殖 仍能产生黑色的黑壳虾 只可惜 这种纯黑色的黑壳虾 在野彩时也很刷现 多数都是杂色的 要不也可以借机试验下 能不能繁殖出黑壳虾中的黑烤漆虾 黑金刚虾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古法养鱼虾 简单省心的原生鱼虾饲养方法 请不吝点赞